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劉恩森 今天來講藍色鑽石 藍色鑽石,因為今天剛好有客人發生這件事 就是今天有客人來我們公司 然後他有陪我看一個他自己在外面買的藍色鑽石 那他買藍色鑽石的價格 嗯... 那你問點說,誰應該可以說 就不到一百萬,而且是一顆啦,而且是真藍色 不到一百萬台幣的價格 然後而且含台資喔 而且很漂亮 而且等級進度也蠻好的 我看他的進度圖表是全震的GIA 而且他就是等級都不錯 然後居然會是不到一百萬的價格 我就說奇怪,你到底哪裡買那麼便宜啊 對啊,所以說我就直接跟他很大方的 我就說,你這個買的有夠便宜不得了 然後他就說,真的嗎? 你是第一個說我買很便宜的賣家 然後他說他問其他珠寶店都在那邊說什麼 啊,你這真藏房型的藍鑽沒必用啦 沒人要啦,很醜啦,買很貴啦 每個人都要嫌他為什麼? 因為同行相繼嘛 誰會說別人的貨好 不過我就是說別人的貨好的那個 我就看到他手上,我就說 哇,你買的便宜啊,你是不是二十年前買 他說沒有啦,三十年前買 對啊,所以也算蠻厲害 我說該不會賣一個人缺錢吧 他說好像是喔 那時候那個人說漢子要缺錢 缺陷金,你記得要走轉 因為這種高三價的東西 有的時候真的有個人 尤其是一些比較小卡的 像我就是小卡的 沒有啦,小卡的人 他們有時候缺錢 你不給他換這個現金 他可能就倒了 或者他可能就要收攤了 或者是怎樣 所以有的時候他們就是 會比較便宜賣到 也要他們剛好便宜買到啦 對啊,那 就算是一件齁 那就是我要說的就是說 像你今天如果是客人來我這裡的話 一般我基本上 我這個人就實話實說啦 你東西好我就說好 你東西不好我就說不好 對啊,那像這個的話 我也是很有跟他掛保證 我說 你這個東西現在的市價 不是說我這個人會 我說那種我很會買 我那時候就說 哇,你這個東西才賣不到一百 我最少可以賣到差不多一百四十 他的市價差不多在一百六十萬 他那個等級就是 好像是Fancy Blue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只有一個正藍色 好像有點有Line Blue 我會有點忘記不清楚 不過他的那個等級確定 他不會在一百六十萬台幣左右 我說我這個輕鬆的 一百二十萬一百三十萬 我很多客人要啊 因為他市價在一百六十萬以上啊 而且是我們批發的市價 如果你要說 我有放在珠寶店很漂亮 還是什麼珠寶展 最少要四百萬以上 三四百萬以上 然後這個的話 我就跟他說 哇,你給我的話 我可以輕鬆把你賺好幾十萬 因為你這個買的低於市價太多 而且再加上現在藍賺這三年 真的是有在漲這樣 然後他是說 他自己喜歡 他自己要收藏 所以他不賣 他不賣 對啊,我也只是好心 如果你要的話 我可以幫你很快就可以幫你買到 因為你一下子買得漂亮 你東西也漂亮 對啊,我就稱讚他買的東西 對啊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跟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一個我們 一個很厲害的一個投資啊 對,假設你今天我剛剛說 我以前就重複很多次 你今天假如買價不太對了 那你今天這個投資其實就很困難 就是說 以後就算這個珠寶也很大 但你要賣也是很困難 變現也是很困難 不過你當現在 你看我們活生生血淋淋的歷史 就在今天這個客台來我這裡 我就跟他說 欸,有這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很厲害的一個投資啊 成功也很厲害 只要找到我們這種比較有利的賣家 或者是別人有利的賣家 然後你本來叫阿布蘭盧 你幫我委託拍賣一下 然後你幫我寄賣一下 那可能就很快就會成交 真的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掰掰 lio粹 drummer 甲音楽 沒什麼 來,我剛剛了 謝謝